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每一堂课讲之前 大家应该发无上的菩提心 同时也要观想到自己获得了人身非常有意义 即使末法时也遇到大乘佛法 也遇到了空性法门 即使你没有听懂佛法上面的一些词句和意义 但是实际上得到法语的声音 也是对你的断除轮回的根本和今生来世 决定会有意义的 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正因为是这样 自己也是不管在内 再怎么样 也是对这个法的学习很强烈的意义 这种强烈的意义不是暂时性发高烧 暂时性发高烧的时候 个别人流眼泪 也有一种特殊的心态 但是过一段时间退烧完了以后就没有了 我本人可能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信心 我希望每个人也是每一次学习大乘佛法的时候 要自己想到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的人 连自己存在前世后世的道理都不懂 连自己将来的随着因果而漂泊的道理都不懂 非常可怜的 所以对这些众生应该生起悲心 同时自己有一种幸福感 什么是幸福感呢 我觉得应该减少烦恼 对今生来世在阿赖耶上面种下非常殊胜的善根 那么这样的善根应该是自他都观想幸福 我是这样想的 下面我们紧接着讲现在《现观众养论》当中 讲十谛当中第七谛的修制 修制有二十种修制 二十种修制当中前面讲了二十种所段 那么今天开始讲第七谛的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到了第七谛的时候 应该说二十种烦恼在根本上已经断除了 这个时候断除他智慧的修制应该会生起来 今天我们要看看这种智慧到底是什么样的 要大家一起学习 断除他的修制分为正我本体无恶的修制 还有它的作用方便波罗蜜多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无恶实际上是人我的修制 还有法无恶的修制有两种 其中我们先要学习的是人我的修制 人我的修制分为本体菩提加罗的人我的智慧 人我的智慧也可以说吧 人我的智慧意思是 差别法是你耳边的修制分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是本体菩提加罗人我的智慧 这个智慧在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知三解脱门三轮皆清净 我们前面大家都知道 所段方面有众生相 人相 寿命相 还有菩提加罗相 四种相 金刚经当中也有类似的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也是有类似的相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讲到了 前面讲了 菩萨得七体的时候已经断除了 众生相 人相 还有我相 明相 这四种相 其实这四种相 愿者众生 愿者人我来讲 我们每个凡夫人 是不可缺少的 怎么不可缺少呢 我们下面一个地说 这里三解脱门 大家都知道 什么是三解脱门呢 实际上是一种空性的智慧 证悟空性的三种智慧 叫做三解脱门 也就是叫做本体空性 然后鹰无相 过无缘 这叫做三解脱门 我们在其他的大乘佛教当中 都已经听过了 也就是说 对我的执着 我们众生 第一个要执着一个我的相 如果我的执着 已经根本上断除了 那么本体空性 已经有本体空性的智慧 首先是第一个 我相 到七地的时候 有没有我相呢 肯定是没有的 第六地菩萨的时候 已经证悟空性了 证悟菠罗菠罗蜜多的空性 那这样首先断除我的本体 所谓的我 常有的我也不存在的 无常的我也不存在的 心事的我也不存在 心事以外的我也不存在的 而这个 现在我们也是通过学习中观的时候 也懂得到一种我 这个我是什么呢 实际上这个我跟七地的我 有很大的差别 那个时候 完全是已经证悟的 现在我们通过分别念 从理论上观察 已经退出来 我的不存在而已 实际上它没有完全证悟 如果我完全证悟的话 那随时都是我不会产生 为了自己而痛苦 为自己而流泪 不会这样的 然后第二个说 因为对有情的想没有执著 所以我们叫做因无想 因为既然我没有 一次勒退所有的有情 所有的众生 实际上也没有所谓的我 所谓的我没有的话 那众生 每一个我不存在的时候 最后所有众生的想 也是不存在的 那这样一来 因不存在 众生不存在的话 因当中个别本体的我 更为不存在 然后第三个 既然众生也不存在 我也不存在的话 那么众生和我 本来按照我们分别念案例的时候 好像对相续执著为 不断地存在的 同类不断地存在的一种不相依性 叫做命 那么三界当中的众生和 我不存在的话 那所谓的命也不存在 命既然不存在的话 那我们不会有任何的 我要得到什么什么 对国方面的一些所缘 国方面的一些缘求 就没有任何的了 所以叫做故无缘解脱的 那这样一来 我也不存在 众生也不存在 还有命也不存在的话 这些一切根本的作者 就是我们的心 心也是无法存在的 那这样一来 心也是能做 所做 以及做事 它的三论方面 结为清净的 结为空性的 那这样一来 我们的任无我 任无我的智慧 从人相 我相众生 还有命和菩提加罗 或者心作者方面 都是空性的 那么这四种空性 实际上本体是一体的 梵提是一塔体 梵提塔体 在七地菩萨相续当中 必定会具足三解脱门 还有三论清净的智慧 这样任无的差别法 第二个课法当中讲 断除二边的修制 也就是说颂词当中 讲到了大悲无执著 大悲无执著 首先是第一个 就是因为这种菩萨 实际上是愿一切众生 在世俗当中 他会对他们痛苦的众生 愿他们罢出一切苦难的 大悲心不断存在 那么因为有了大悲心 它知道众生 今世也好 来世也好 前世也好 它不断地流转在轮回当中 如果众生就像我们所谓的无情法 就是石头 木头 那样不用给他们悲心 他就死就死了 死了以后也没有痛苦 今生当中短暂的痛苦 也不算什么特别长久 这样都不需要对他们生悲心 但因为众生很可怜的 他们无明于一致 一直不断地漂流 那这样的话 我们断除了断灭的变 我们前面断除长的变和断的变 断灭的变因为有悲心的缘故 断除了断灭的变 因为有了无执著的缘故 断除了菩提侠罗 不断地在世间当中 常有不变地存在的长的变 因为菩萨具有圆起行空的智慧 他完全发现世间上的任何一个 包括众生和外面的七世间 没有一个常有的法 这是相关的宗观当中 也都已经讲过 所以因为有了悲心 断除断灭的变 有了无执著断除了常有的变 我们断二变 断二变就是很重要的 归根基地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实际上是这个很重要的 大悲心和无执著的智慧 我们说是智悲双云 所谓的智悲良知 应该是大乘佛教的经养 从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在生意当中 一切都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现在所现的如梦如幻 也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但是众生因为没有懂得这样的道理 所以对他们一定要生起悲心 这两者也是在 七地菩萨的相续当中存在 也就是说 我们人无恶的科判当中 有了六种修智 大家应该清楚 然后法无恶的修智 分为本体无恶的平等智慧 还有它的差别法 分两个方面的 然后本体无恶的智慧 我们这里颂词当中 就是讲这样的道理 首先讲到法无恶 实际上颂词当中用法平等 法平等前面长短吉祥音 这里所谓的相 要断除一切法的相 一切法的相在生意当中 轮回和涅槃所舍的 万事万物的一切法 实际上本体都是在空性上 完全是平等的 没有分开的 显现和空性也是平等的 轮回和涅槃也是平等的 我和无恶也是平等的 世俗和生意也是平等的 这就是一切法的本性 并不是佛教开始重新在这里挖掘出来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个道理 本来不是的 我们就开始创造出来 诸法的平等不是佛陀创造出来的 佛陀是已经发现的 这样一来我们要知道 讲法无恶的时候 首先要通达一切万事万物的法 皆为平等 我们平常说是 无有高下 能列平等等等 这个道理非常深奥 首先要知道一切万法平等 这就是法无恶的根本 那么他的修制法 差别的修制分为三个方面 一个是因无相的差别 还有本体无生的差别 以及果有断正方面的差别 分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因无相 在颂词当中所谓是一例 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也讲过 世间当中的 比如说声闻 缘觉 还有菩萨三成 最后究竟归于一城 大成一城法门 位于空性 这样也可以讲 或者说我们世间的万事万物 都有形形色色的 不同的因 但是这些因全部都是在空性当中 一位一立一向的 一位一体的 没有分开的 为什么是《妙花莲花经》当中 最后说是究竟一城 宝行论当中也是 安理究竟一城 安理究竟一城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通达法无窝的时候 实际上佛陀为了 众生根机的印证 宣说了不同的法门 但到最具竟的时候 实际上是一位一体的 这就是《大荒莲花》当中也是 一因文字力等等来抉择 一切万法是空性的 所以他这里用一力来抉择 一切的因 实际上是一位一体的 也就是说是因空性的 一切万法 这一点我们佛教确实是有个 两千五百多年前 这么非常崇高的思想 这是现在人们很惊讶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像无理学家 无理学家包括量子力学的 1947年在布朗卡 他在那个时候死的 然后在这个之前 一八多少年 那个到大概40年代 在那个之前发现的量子力学 在这个之前全都是经典无理学 后来就成为现代无理学 那这个时候才人们有一种 他的思想有一点进步吧 但是如果你最属于 我们东方文化的时候 实际上是这样的量子力学的道理 更细致的甚深法门 在中光空性当中已经讲到了 而且空性当中 一切都产生的 缘起这样的法 遭遇在我们这个 这并不是我们自己夸自己 有智慧的人应该非常细致地去观察 也会明白的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一例 然后第二个体无声的差别 我们前面讲《云界处》的说端都讲了 也就是说 我们到了这一地 七地的时候 了知一切万法的本体 根本没有任何的产生 那以此可以断除对无云的执著 因为无云的话 它的本体毕竟自认为是一种聚合的 啊 色素相闻 行云 相云 舍云 那这样不同的法具足的 如果每一个法的本体不存在 那无云的执著也 实际上是不应该有的 这样的话 它的本体无声 它这里知无声 然后第二个 讲到通达法人 通达法人什么呢 就是已经证悟了 甚深的空性境界 那这个时候 对其他的一些空性法门 它不会生起畏惧的 那么同样 对三戒 对十八戒等等 这些法完全都是能了解 它们的本体根本没有任何的产生 它的本体也没有产生十八戒 所以说 依靠这种智慧 能断除十八戒的执著 然后第三个 所诸法一相 所诸法一相的意思就是说 到了这地的时候 它已经完全通达了 能取所取所舍的一切法 没有二相 不二法门 我们经常讲 既然是不二法门 所谓的十二处 那么就是外六处 内六处 内六处是六根 外六处是六境 依靠外境是所取 内处是能取 能取所取而产生的这种行事 也不可能存在的 也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说也完全通达空性 那么这种法也就是说 无神还有人 还有一切万法一相 一相也好 一味也好 一体也好 空性也好 那这样的道理 对云解除的 所有的知诸物都没有 当然七地菩萨 它是以细微的表象来讲的 实际上是第六地菩萨 包括声闻阿罗汉的时候 人物相关的乌云都有证物 这是刚才讲的 相关专业论 我们也没有讲到 中间一些简单的公案 这些我们基本上是按照传统的法来讲 传统的法 这样讲的话 我觉得比较舒服一点 下面讲到它的果断这方面 断除所断的障碍 还有对直观的修制 分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断除诸分别 灭除诸分别 理想见烦恼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不是有一个叫做 对诸善解贪著 其心不缺乐吧 前面有这个 然后诸善解 到七地的时候 诸善解的心态和这种执著是没有的 因为它断除了 在善解当中的所有的 我们前面也是讲 僧等僧雄 康僧吧 就是说 心和心所善解 也就是说 摧毁了对善解的所有分别执著 所以它对善解根本不会安住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它远离了相见烦恼 相见烦恼 也就是说 所谓的相实际上是 常乐无尽 颠倒的四种相 然后见 像萨迦耶见 边见等等 我们《俱舍论》当中讲到无见 然后烦恼贪心 嗔心 痴心 傲慢等等 也就是说 它通达一切万法空性的时候 远离了所有颠倒的相 颠倒的见解和颠倒的烦恼 或者说 烦恼账和所知账所舍的 这些七体菩萨的所段全部远离 刚才讲到法无我 本体是平等的 在它的差别方面 因 果 体 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其实这个科班确实很有意义的 我们可能不是专门研究现观状论 如果研究现观状论 那这里非常有深水的智慧吧 应该颂词解释得相当地好 下面讲的第二个科班 对着观修方面 本体和作用两个方面 也就是说 首先它的本体是 舍摩塔定词 皮泊舍拉 也就是说 机智和圣观 三摩塔 我们有时候把它定为 三摩地 三摩地 还有金律 禅顶等 有很多不同的词 这叫做机智 机智 然后皮泊舍实际上是圣观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 他这里 到了第七地菩萨的时候 他有一个专注的思维 完全专注的一种机智 这种机智叫做一切智的禅顶 也就是说 对佛陀的智慧和 菩萨的智慧当中 进行一缘的禅顶 有了这样的机智 消除一切分别念的这样的机智 那他会产生什么呢 佛果是遥远的 佛永远也是没办法的 我们去出戒的 不会想出这样的 因为通过自己寂静的禅顶 能发现与佛陀的智慧相同的寂静的智慧 我们很多人产产 净虑 净虑的过程当中 对佛教甚深的一些境界 还是有所感悟的 所以我们办夏令营 前一段时间 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的时候 大概六百多个大学生号老师 全部都作禅 后来有些人从来没有做过一刹那的安住 当天安住过后 很多人舍不得出顶 然后觉得很舒服 因为确实有时候 我们禅顶过后 原来我们的心 它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通过这样的寂静 能寻找佛陀的智慧 所以他的所段当中 对七心变缺落 前面颂词当中讲 七心变缺落 就是对修道的法 对道法有一定缺弱的心 我可能没办法修吧 像我这样的人 怎么会能求到佛果和菩萨呢 不如我还是我干我的四受法吧 有这样心态的人 一下你安住之后 原来的寂静和心的状态 实际上我自己自然安住的时候 不说佛果 但我还是能得到一定的境界 通过心的境遇 或者机智完全能找到 所以遣除了很多的缺陋 我们有些人对修道有点害怕 不敢 昨天一个人说 他特别特别害怕隐蔽 特别痛苦 他一边哭 我就像这些人善根那么薄弱 然后没有说话 就把电话了了 对佛陀的英明法 现刚法不用哭 我们要哭的话 应该是对三界轮回如是的痛苦 自相续当中有这么多的烦恼 这个应该如果要留泪 值得留泪 在无始以来漂泊那么长的时间 他一直没有遇到善知识和大乘方面 空性方面 如果佛陀出世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部分的善知识 恐怕现在已经断除了一部分的障碍 因此我想我们应该通过机智来 断除缺陋的心 也就是说 七弟菩萨通过这样的禅定 完全对佛国的谣言 畏惧 恐怖 缺陋 这些全部会遣除的 第二个是通过修机智的过程当中 也并不是单空 它是一种完全证悟空性的 这种完全证悟空性 实际上这叫做圣观 心安住的同时 也通达它的本体 这叫做圣观智慧通过圣观智慧 我们对执着的 前面不是有三宝的执着 佛宝 法宝 三宝 佛宝的执着也会断除的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心 通过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知道自己的心像虚空一样 没有所缘 我心的本体这样的话 实际上是 三世诸佛的心根 所有众生的心 所有众生的智慧 都是一位一体的 《无上大圆满》当中也这样讲 那这样一来对究竟的 世俗当中的一种求佛果的执着 或者对佛陀的一种实有的执着 也会断除的 这是通过修圣观 断除对佛宝的执着 佛宝的执着 下面它的作用就是这样的 内心三调伏 一切无碍之 也就是说 通过机智好好地修行 调伏自己的心 因为一切诸法本体上 没有任何的自信 完全是一种空性 通过这样的机智地安住 我们心静下来安住的时候 一切万法都是空性 包括我的心 就没有任何的相撞和执着 以此可以断除对法宝的执着 不管是教法也好 正法也好 实际上最究竟的就是空性 空性就是真正的法 因此对它的实有的执着 实际上到最后也不究竟的 所以原来你认为是一种 实有的东西不调整的心态 通过修行 最后已经调伏到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通过这样的圣观 认识本体的方式 然后设等一切法的障碍 都予以消除 本来我们对圣人和圣报的执着 这是不管是大乘的德地菩萨 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那样的身相 也好 或者我们小乘当中讲的 所谓的比丘党僧人的相 实际上他是摄身 摄身所摄的 那么如果你通过圣观来 完全通达一切万法是无有任何阻碍 全是一味空性 那对四法没有立足点 因此对圣报的执着 也可以予以遣除 那么这样以后 这个叫做应该是在二十种修制当中 这是第十七个了 然后下面它的作用方面 波罗蜜多 刚才大课法当中 也是分三个方面 就是 飞碳地随意等有诸佛陀 一切普现身共为二十种 下面就是说 飞碳地 我们前面有一个 对戒律的执着也要断除 像菩萨的三种戒律的执着 要断除 为什么对菩萨的三种戒律断除呢 因为到七地菩萨的时候 在他的智慧当中 无有贪地 无有贪的对境 不管是戒律也好 或者是戒律以外的法 我们现在一般来讲 世间人受持清净的菩萨戒的时候 自己非常欢喜 但是这是暂时的一种心态 到最高的境界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过了河以后 穿不需要一样的 对戒律的贪执 所贪 这些都是根本不需要的 就像世女的儿子不存在的话 那儿子的相貌 她整个的姿态 这些都是也不可能存在一样的 因此飞坛 也就是说完全通达了 没有任何所贪的戒律 对一切戒律 见解 这些都是没有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前面有对空性的执著 对空性有很多人争论 辩论 到了七弟这种智慧境界的时候 实际上自己可以住有十方的 一切佛陀的刹土当中 啊 今天到阿弥陀佛那里去听法 明天到东方琉璃府那里去听法 或者是同一个世间当中 化现各种各样的身相来听法 在这个时候 空性方面的正能不需要的 因为它完全是一种缘起空性 如果没有缘起空性的道理 它也不可能这样的行走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以前对空性方面 没有听得特别多的人 也许可能这是有一种怀疑 这样的 但实际上你完全通达了 《薄弱经》的甚深内容的时候才会明白 这个时候对空性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谈论和争论 而自己随心所欲 自由自在地 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可以诸有十方的世界当中 诸佛菩萨面前听受大乘的佛法 享用无量的功德 获得无漏的智慧 饶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说这叫做随意等有诸刹土 最后二十个当中 最后一个我们前面不是讲到 因为对空性相微的执著 我们认为既然是空性 怎么会显现的 那么 阿罗 你要给我唱歌啊 不是给我唱的 因为启蒂菩萨的境界太深了 很多人大壳睡 所以他故意用脑中来把它叫醒 定时 现在有些人睡了五分钟 有些人睡了两分钟 他觉得时间到了 然后他出去了 现在他可能自己出去了 藏族小伙子 是吧 刚才已经讲了 最后一个就是一切普现身 也就是说 本来我们现在空性和显现 在我们凡夫人面前有点香味 有点冲突 有这种感觉 但是到起地的时候 他在他的境界当中 完全证悟了一切万法的空性 同时他在不同的说话众生面前 能显现不同的身相 地狱众生面前 可以实现地狱的众生相 然后旁生面前 他可以显现旁生 我们人类面前 可以显现人类 只要对度化 对游律的话 他可以普现各种各样的身相 在这种境界面前 空性和显现根本是不矛盾的 因为他自己的境界当中 变化出无数的显现 就像魔术师 他依靠一种缘起 实际上是这个 他魔术变化出来的 并不是室友的 但是它完全可以变出来的 同样的道理 作为菩萨 他在自身的境界当中 已经证悟空性之后 可以随意显现各种身相来利益众生 所以在这里应该说 他没有空性和显现的矛盾 或者说 我们现在有时候 比如说有些人 好像对空性法门不理解 他们不理解 我是理解这些人 为什么呢 因为起地菩萨的时候 还有一些需要锁断 也就是说 对空性的争论 还有对空性矛盾的锁断 遣除 也有这样的话 更何况说是我们的 在这样一来 我们对空性和显现的一些 认为是矛盾的地方 我希望很多人应该通过辩论 大家应该以一些 其实佛教方面很多的问题 很有必要大家探讨 越探讨的时候 能产生越坚固的定解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一些珍贵的佛学院和佛教道场当中 尽是讲一些佛教方面 非常有意义的谈论 而一般世间的这些群体当中 整天都是讲一些是是非非的 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现在学会也好 学院当中的这些道友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 每天所讲的全部除了法本上的内容以外 什么话都不说 也有一定的困难 比如说炒菜的时候 说是生意地的菜 还是世俗袋的菜 那么我现在炒菜 那天我们开研讨会的时候 有十几个师傅 在我那里去调查 看他们工作得怎么样 有些人身体 拿着两个草刀 吐吐吐吐吐 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能 生意地的菜 世俗地的菜 不需要这样争论吧 这个时候不需要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有时间的时候 不要把世俗法讲得太多了 其实无始以来 我们还是谈论的好多都是 跟自己的烦恼 自私 有关心的这些 我们平时念的咒语 说一些空性法门的 真正摧毁轮回根本的 这些空性法门还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有些人很关心这些道理 我觉得其实不难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第七题当中 它的二十种所段 你很关心 这个马上背出来 也不是很难的 然后二十种修制的智慧 这个也并不是很难的 如果以其他科技的一些知识 非常复杂的知识比较起来 不是很难的 因此我们的有些心态 当然不得不放在世俗上 但我希望有些心态 还是要放在生意地 或者说对自己的真正人生 永久有利的一些知识上 以上所讲到的 总共有二十种修制 通过这二十种修制 完全能我们前面也讲了 断除了这二十种 获得了七地 这七地菩萨实际上 它具足了这二十种智慧 当然这种智慧以圆满 非常清楚的方式来具足的 下面讲到第八地的修制 也是本体和分类跟前面一样的 它的分类有菩提加罗的差别 还有实修圆满 成熟清净的差别 这三个在密法当中也是经常用圆满 清净 成熟 这是一般显广庄论比较特殊的转用词 密法当中也是经常讲圆满 成熟 清净 还有自在圆满 相的差别 分三个差别 首先第一个 第八地菩萨 八地菩萨有八种修制 八种修制当中的前两者是什么呢 在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知诸有情也有些诸神通 第八地菩萨 依靠他的一种智慧的力量 他一个心完全能同一个世间当中 能知道许许多多有情的心 获得第一地菩萨的时候 实际上也能通达很多众生的心 八地都是更不用说的 八地的智慧非常清净 那他可以知道 这个众生心里面产生嗔恨心 这个众生现在正在妄想 这个众生正在打瞌睡 这个众生他还是很专注的 就是他每一个法医等等 这个众生人量旁边 声音都没有听到的 他还在禅顶上 这个众生是一种 产生极大的一种烦恼和痛苦等等 作为一个八地菩萨 他在无尽当中 能自消很多众生的心 相当于我们俱舍论当中讲的他心通 就是他心通 但是八地菩萨的心也不是叫他心通 其实我们有时候 应该在学心理学的时候 也有一些推理的方式 来了解别人的心态 比如说像一般斯坦学校的 有些老师要上一个心理学课 这个时候他专门要学对学生的心理状态 提前有什么样的推理 来了知 其实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们最近发现的 有些世间的学校 有些是专门学艺的 当老师 他没有学过学生的心理课 所以他在那边 现在乱了 这个社会都是根本不是自己专业的人 到那边去做一个专业性的知识 非常奇怪 就是这样的现象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也有一个分心理的知晓方式 这个跟八地菩萨所了知别人的心态 完全不同的 他是先念见到别人的心态 到底是什么样 就像阿弥陀佛 他是圆满功德的佛陀 他完全知晓我们每个众生的七心动力 昼夜流失当中的一切心态 完全了知 就像是这样的 所以第一个叫做了知诸有情的心 然后第二个 他依靠他的非常强大的神通力量 然后在各种不同的众生面前 他能显现种种的神变和神通 易变成多 多变成易 或者世间当中跨越很多山河大地 或者说种种的现象 作为八地菩萨 他在众生面前能实现 各种各样的游戏神通 相当于游戏般的神通 他可以能现前 这是第二个功德 然后这个刚才 波罗蜜多的差别 也就是说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 实际上他的利波罗蜜多 应该前面是方便 证定是利波罗蜜多圆满 因此他依靠他的智慧力量 能显现种种神变 然后下面讲的圆满成熟 清净之差别 在颂词当中这样讲到的 修为妙佛差 古观清净佛之根 他这里颂词后面 智根净佛陀 是吧 前面他讲到的是什么 到了第八地菩萨的时候 他能修持清净的佛刹 也就是修微妙佛刹 我们现在资粮道的时候 有没有修将来的自己的佛刹呢 还是可以发愿的 我将来往生极乐世界 然后将来我获得佛陀的手机以后 我要创造我的世界和刹土 度化无量的众生 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 基本上是 就像世间的一些考试 最后所有的考试都已经过关了 马上要变成 你的马上可以工作一样 马上就很快的时间当中会成佛的 那这样的时候 八地菩萨他所有的愿 轻而易举 无尽地会实现的 这个时候他会修清净的刹土 他到时候可以 啊 我将来的刹土 十方都是纯净 琉璃或者蓝宝石 制成的整个十方世界 其中有甘露的江河 如意树 如意宝等等 这样的世界就像是 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 修他清净的刹土 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 修他的刹土一样 这叫做修净土 清净净土 这是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功德 也是一种他的修制 或者说是智慧 然后第二个 他这里解释的方法都不同的 但实际上他为了 因为他这里讲的是 一个是刚才讲的 圆满 成熟 清净 刚才修刹土 指的是清净 第二个叫做圆满 圆满什么呢 圆满资粮 怎么圆满资粮呢 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 实际上他为了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然后他会观察 或者希求佛法 所以依止善知识的佛陀 他这里怎么讲的 观顾清净佛 观顾清净佛事 就是他为了观察 好像不同的解释 由我们麦彭仁波切的诸释和其他当中 记得是怎么讲的 为了圆满清净佛法 也是为了观察 意思就是说 闻思修行 通达法的真正意义 就是长期一直善知识 我以前都是想过 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 还要观察 观顾 为了观察 因为他自己所修的这些法 和自己所得到的这些法 还需要善知识的印证 当然八地菩萨的时候 可能要是一致 第九地菩萨 十地菩萨 还有一致佛陀 所以我们在这里 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有些人自己 听了一两堂课以后觉得 噢 我现在已经毕业了 我们世间的人都可以这么说 好多学生毕业了以后 跟老师面前根本不打招呼 因为现在整个各个学校的教育特别超 没有一个感恩的意识 这一点还是 在出家人当中 应该稍微好一点吧 但实际上说实在的 整个社会来讲 现在的极个别的一些 课程上的感恩 只有一个空洞的话 说是什么感恩国家 但国家是一个中相 说你到底是谁 国家是指的是谁 也很难 但是具体的 应该是老师也好 社会的 哪一个层次真正对你有恩德的话 一个一个的也要了解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的 可能老年人还稍微好一点 中年人稍微好一点 因为至少也是有一点点传统的味道 传统的一种习气在他们的身上 很多年轻人 七年 八年 九年以后的这些人 基本上是没有 可以这么说吧 然后很多人就没有那种 比如说 对老师的感恩 对父母的感恩 对朋友的感恩 对社会 包括我们 比如说 过路的时候 这个路有多少人建筑啊 我们吃饭的时候 这个饭有多少个农民的汗水集成的 然后我们过桥的话 那么这个坐桥的功能 现在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们哪怕是用一张纸也好 一滴水也好 那这个来源 我们很多人都不会想 因为他从小的生活和教育意识 基本上是为我中心 除此之外没有这种概念 所以我想 当然这个跟八地菩萨可能没有很大的关系 但实际上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你们有些人可能想 为什么讲到这个 但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八地菩萨要依止佛 还要他为了观察佛法 为了通达佛法 为了通达他的一些以前所不知的 或者没有圆满的 这些道理 他还要清净佛陀的 我们前面讲 三地菩萨也要闻思 也要求法 那八地菩萨也要为观古而清净佛 我们现在稍微听两三堂课 有些是一步法都听不圆满 开头听一节课 中间听一节课 最后听一节课 这叫做出善 中善 摸善 认为已经圆满了 善是善终 因为第一节课 我们学院里面有这样的人 我们在经堂里面 我要讲课的时候 第一天晚上他会来的 男众这边有两个人 女众这边有一个人 经常这样的 第一节课的时候他要来 中间比如说一百多堂课 他从来不来 他最后一节课要来 这种态度也许是比较特殊吧 八地菩萨的形象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不要有傲慢心 大家还是对求知 对求知的心 我觉得人生当中是最快乐的 其实你求智慧的 我前两天跟学生一起 听一些其他堪布的课 还是心里很舒服的 去年我们在这边讲七天的 很多学生的法言 从早上到晚上 也觉得很好的 学知是很快乐的 所有的烦恼和痛苦都没有了 前两天香港也是 除了自己有时候给别人发言以外 哎呦 你们最好把那个手机 可能醒来的吧 常住的人都没有 最好把它关掉 所以我们还是要 我是这样想的 八地菩萨他为了观察佛法正法的缘故 还要一直清净的善知识 更何况说 我们从小得到的教育是什么样 你们也应该清楚的 那么现在我们正法的 至少也是 如果我们每天都能保持一两堂课 如果我的心态很清净 即使我心态不是很清净 但在听法当中 确实是对自己有一定的受益 我这边认识的 有个别的一些道友 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以来 还是对闻法把它当作 自己生命当中最重要的 从来都是不断传承的 从来都是不是一年两年 十几年 二十多年一直听课 这种精神应该是很好的 非常有意义的 这是讲到的 观顾清净佛 还有执根 刚才叫做圆满资粮 这是圆满的解释 通过一知善知识 圆满资粮 以后你们要懂得清净是什么呢 清净是要刹土清净 圆满是什么呢 圆满资粮 成熟什么呢 因为八地菩萨 他完全能知道 所化众生的这些根机次第 他可以以不同的众生的根机 以他们实现种种的妙法 来成熟小学 其实我们佛法 密法当中也是这样的 能解脱的教言和能成熟的灌顶 我们众生的相续很需要成熟 比如说种子要成熟的话 一定要给它灌水 如果没有灌水的话 没办法让它湿润起来 同样的 我们现在有些众生的相续 需要成熟的一些方法 这种方法不一定都是传佛法 它传佛法是理论上 根除你我知的一种方法 有些通过灌顶 通过加持 包括自己去磕头 有些人从来不信佛教的 跟僧众一起念经 然后听到了佛经的声音 眼泪一滴滴滴流下来了 流完了以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哭得那么厉害 原来我还是有如来藏 所以这叫做成熟起来了 别人通过声音也好 或者有些人看到佛塔就开始哭 有些人看到某某上师 佛佛 和尚等等 看着以后觉得很清晰 这也是一种成熟的因缘吧 所以八地菩萨通过一种 了知众生的不同根机的方式 以三小方便方法来 承受众生的相续 最后一个偈颂 这样的 自在圆满自相的差别 前面不是讲 知根 今佛陀 安住如幻时 故事俗善有 所持八重义 也就是说 前面是观修清净佛刹 然后这里观修清净佛刹当中的众生 也就是说 他完全获得了 一切自在的原因 第一 八地菩萨 他会修成将来的这些众生 比如说 像阿弥陀佛 他在提前因地的时候 包括他的一些眷属 他在极乐世界的 所有的这些非情 众生 都是相续得以清净 这叫做净佛陀 净佛陀的意思 这是刹土当中的这些众生 得以清净 然后第七个 安住幻时时 因为他已经获得了智慧 一切的自在 那这样不但是在入定当中 他没有任何的执著 连在触定的时候也是 全部都是如梦如幻的境界当中 不像我们一样的 世间人遇到一点点事情的时候 不开心 心里一直纠结 我们藏族俗语当中说 胸前有一块石头压制 好像汉地也有这种说法 因为没有如幻如幻的证悟 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 好像胸前确实有一块石头压制一样 如果我们通达一切万法 如梦如幻的话 那在幽无当中 在一切幻化当中 哪里有能呀 所呀 或者有一些痛苦 是没有的 所以说 巴地菩萨的境界 他经常处于一种如梦如幻当中 如梦如幻的话 那在世间当中 以如梦如幻的方式 来度化无量的众生 这是第七个了 第八个 顾思俗善用 也就是说 巴地菩萨获得基本上 就像《入中论》里面讲的一样 佛陀有十种自在 巴地菩萨也有相似的十种自在 其中他有土生自在 他随行所业的时候 他觉得 你如果以什么样的 比如说大自在的形象来利益众生 那你马上土生到大自在身相去 度化不同的众生 我们很多人都不是这样的 你想死就死也死不了 想活都活也活不了 有些人很想死 但是没有办法 吃阿弥奥 最后也是活过来了 没办法的 有些人很想活着 最后一直抓着活人 但是你边抓着 边死去了 没办法的 所以我们没有生死自在 没有生死 但巴地菩萨 他想走就走 像有些人 他装着巴地菩萨 你们对我不好 我要走了 其实他走不了的 所以我们讲 巴地菩萨确实是他土生自在 他想什么就什么 这就是巴地菩萨的一种不同的修制 总共有八种修制 所以这个可能听起来 跟前面有点不同 但我们大概的现观状论 只有这样理解吧 总体上还算可以的 对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